周日万圣节夜里 金王鑫列车上一起随机杀人案 震惊全日本社会 火光中电车乘客上演大逃难景象 看着月台出现在眼前 乘客立刻扯开喉咙大喊 当列车前往东京吊布市国嶺镇时 嫌犯在行驶车厢内见人就杀 最后酿成17伤 其中一名72岁男性松一后仍然昏迷中 当时列车一停靠月台 乘客们立刻跳窗逃命 警示厅人云翰消防员也立刻逮人灭火 警消接管现场后 消防队立刻封锁车站周边 目击者拍下车厢内乘客大逃往过程 全程两分05秒影片 乘客惊慌逃命期间还夹杂女性尖叫声 对比电车内恐怖肃杀氛围 嫌犯被逮后一脸淡定 坐在电车内撬着二郎腿抽烟 24岁嫌犯钻案工具 包括一把30到40公分的刀子 打火机宝特瓶内疑似装着汽油 他说工作交友失败想寻短 最后想说干脆当死刑犯 特地挑人超多的问胜杰 搭上站与站间 行驶时间长的特级列车 扮成小丑想学他无所谓杀人 当时嫌犯从金王八王子站上车 搭到色谷站下车停留半小时 晚间6点40分上车后 途中换线搭到调部站 接着在晚间7点54分上车后 一路大开杀戒 他先在第三车厢杀人 然后跑到第五车厢纵火 嫌犯从上车到犯案15分钟后 就在第二节车厢被警方逮捕 犯过程式模仿8月小田极限杀人案 尤其是住在东京 大家几乎都是搭电车通勤 这次事件发生了特级列车 那特级列车通常它可能是 前一站到下一站的距离 大概可能是15分钟左右的时间 完全就是过站不停的状态 这起电车随机杀人案 也让旅日台湾人对之后 得要搭电车通勤一室 不免感到忧心 日本在近4年内发生 两起电车无差别杀人事件 包括2018年 东海道新干线行经神爱传线路段 一名22岁男子持镰刀砍人 酿成一死二伤 最后被判无期徒刑 2021年小田急线电车 行经四天古屈时 36岁男子同样挥刀 造成失伤 发生动机是想杀害 看起来幸福的人 选在电车大开杀戒 因为行驶中电车 让乘客无处可逃 会觉得很担心 会不会未来 随着社会逐渐的回复正轨 那在疫情期间这种 不管是社会或是经济 等等的压抑情况之下 他就想要透过这样子 很偏激的手段 然后有样学样 常去日本的哈日族 可能都搭过金王电铁列车 到高尾山赏风或爬山 金王电铁也在官网 放上乘车安全宣传影片 这是意外当时 电车到站后 车门竟然紧闭 事后调查发现 是当时车内乘客 按下紧急开门钮 让电车急停在 预备停车位置的 两到三公尺前 车门和月台位置不符 才导致车门开不了 事后金王电铁在官网 发表道歉声明 祈求商车早日好转 并表示将全力配合警方调查 日本国土交通省下令各铁道公司 加强车站与电车的安全巡逻 避免类似悲剧已在发生 TVBS新闻 最后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